在北京西郊 有一座军事院校被称为将军的摇篮 这就是中国最高军事学府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今天来自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的教研人员 将会在我身后这一座大楼里 进行一场无论是演练的规格 还是参演规模都级别很高的演习 我宣布紫飞对抗演习 开始 那这个棋盘它就包含了 真实的战场的地理环境 气象环境 电磁环境 网络环境 甚至外太空的环境等等 相当于模拟出一个多维的 复杂的战场环境的棋盘 然后把各方的作战兵力 武器装备都变成棋子 放到这个战场环境里面 不闻枪炮声 弹剑硝烟龙 一批又一批的学员 如何凭借联合推演的方式 对接未来战场 国防大学科研部 就在我身后的这座大楼里 2017年国防大学重建重塑 不仅在交战人才培养的工作上 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们的延战工作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们正在水下拍摄和侦查 同时也可以成为水中的炸弹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大群这样的鱼 在战场上出现 就是什么样的场景 在人才强军的进程中 国防大学如何培养 具有战略眼光与思维的 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军事纪实记者 探访颇具神秘色彩的 国防大学 推出两集系列节目 探秘中国最高军事学府 敬请收看 本期播出下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这里的军事教学和科研任务 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宗旨 就是打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部队需要什么人才 就培养什么人才 那么如今我军究竟需要 什么样的新型军事人才 应对未来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 国防大学又是如何去拓展 军事人才培养的平台 如何去推进军事教育的 转型和改革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带您走进 国防大学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水中游动的鱼 其实它们是水下吸气人 这是一场黑科技体验公开课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林东教授 正在给学员们展示一条 在水中游动的仿生机器鱼 它不仅有着和真鱼一样游异的身姿 还能够自动躲避障碍 在水池中游动自如 它们正在水下拍摄和侦察 同时也可以成为水中的炸弹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大群这样的鱼 在战场上出现 叫什么样的场景 它们会对我们的陆战 会有什么影响 对海战会有什么 对空战会有什么影响 就让学员去思考这个问题 通过这个装备展览 你要理解它的装备的机理 然后怎么去运用到 你的作战创新当中去 在黑科技体验公开课上 学员们还零距离体验了 查打一体无人机 无人运输车 等各式各样的黑科技产品 同时国防大学 还以某要预为背景 利用大型无人智能技术 实现了大型无人机 载重飞行距离的新突破 以及智能化的散将空投 探索了特殊环境条件下 联合作战物资运输战略战役 支援保障的新模式 通过这次演练 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试验飞行数据 和实战化的保障案例 推动了无人机战略战役 支援保障理论体系建设 并为下一步进入课堂教学 牵引未来联合作战 无人化后装保障理论的深化研究 奠定了基础 让黑科技进入军事教学的课堂 国防大学希望带给学员们 更多关于未来战争的思考 如何将科学技术转化为未来作战效能 科技革命又将如何改变未来的作战规则 伊拉克战争中 美军派遣了大量的无人机 对伊军的军事设施 及重要建筑物进行攻击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在纳卡冲突最激烈的时刻 阿塞拜疆公布了多个 由无人机执行袭击任务的战斗场景 从世界上几次战争中能够看出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以迅猛之势 推动着未来战争形态 想智能化战争的眼镜 在国防大学联合作战指挥员班 高中级指挥员们也都时刻紧盯科技之变 战争之变 对手之变 他们不仅要探索智能化无人装备和技术 更要站在战略战役层面谋划布局 瞄准未来战场和打赢战争 我们国防大学 以明天就要组上战场的战斗姿态 尽量在队长时间内 培养出一大批等打战 算谋略会指挥的高级指挥员 我们平时思考最多的就是 未来我们跟学打仗 在哪里打仗 打什么样的仗 需要什么样的高级指挥员 为了这些问题 如何落实到教学中 如何反映在课堂上 使教学举交打仗 提进战场 从2017年开始 国防大学开启了转型改革之路 应对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军事革命的迅猛发展 国防大学正在加速推进 对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 推动一切办学活动 想能打仗 打胜仗聚焦用力 事实上 不仅是高中级指挥员 国防大学的博士和朔士研究生 也在一系列黑科技教学中 收获颇丰 博士生孙明旭 就在此基础上 将黑科技产品 如何应用到武器装备维修上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这个有一个是水下机器鱼 还有再一个就是无人船 它这个无人船自动驾驶的 并且它可以进行组网 这个可以设想一个 水上的一个风群作战 以及这个装备保障的方面 可以运送维修器材 进行那个往那个战舰 输送那个维修器材 或者是其他物资等等 未来战争是智能化 信息化战争 随着人工智能 超级仿生等新技术 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 国防大学 通过国防科技课程的教学 引起学员对科技之变的充分关注 我们每一个指挥员都必须 不断地赔索科技素养 提高和增强科技的认知力 创新力运用力 只有这样才能深刻地认识科技发展 与战争发展 他们的内在关联 才能更好地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为打赢未来战争 建立良好的素质基础 如今在黑科技体验公开课上 展示的系列智能化装备 凭借推进效率高 机动性能好 以及隐蔽性能高等特点 已经广泛应用于部队重大行动 当越来越多的黑科技产品 真正地应用到部队 我们能够感知到 科技正在一步步改变未来战争 而为了赢得未来战争 我们的指挥员 也更多地走进科技 学习科技 创新科技 通过科技创新 思维创新 学科融合 来更好地进行模拟战争的演练 来进行研判战争 如果说黑科技体验是向外探求 补助未来军事发展先机 那么作为最高军事学府而言 扎实做好人才培养工作 向内探求的路径 还是要回到科研工作 国防大学科研部就在我身后的这座大楼里 作为大学建设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科研对教学和人才培养都发挥着引领和支撑的作用 那么为了培养高级军事人才 尤其是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2017年国防大学重建重塑 不仅在交战人才培养的工作上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们的严战工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那么新形势下 科研工作究竟面临哪些挑战 严战工作又将对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 起到怎样关键的作用呢 在国防大学科研部的会议室里 质量成果处处长张忠海告诉记者 在科技革命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的今天 科研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以这个研究领域来说 我们现在就要求啊 我们现在研究领域要由呢 就是传统的一些领域 像这个一些新型领域 比如说太空啊 网络啊 这些新的这个军事竞争领域啊 去拓展 科研的范畴变得更广了 我们的这个研究方法呢 也要跟着变化 这些年国防大学的科研团队 不仅深耕沿战 更扎根实践 他们更多地走进全军重大演训 和中外连演连训 以外军进行常态化座谈和交流 组织常态化演练集训 使得教员队伍交战延战的专业素养 不断提升 高质量产出了一大批 基础性 原创性 前瞻性的 重大科研成果 比如说这些呢 就是这个年度报告成果 解读报告成果 还有这个大学 这个为教学为人才培养 专门搞的一个 国防大学军事理论体系建设成果 已经完成了 现在呢正在搞这个第二期 如今国防大学军事理论体系建设一期工程已经完成 形成了军事理论体系教材教程建设 打造形成研究机构加研究团队的科研力量布局 搭建其百望论坛 院士讲坛等系列高端学术平台 开展学术研讨活动 强力推行重数据 重模型 重算法 重推演 重实验验证的 现代科研方法路径 这些科研成果 成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肥沃养料 如今我们能够感觉到任何单一专业 单一军兵种的素质 已经不能够满足现代及未来战争的指挥手段 以及驾驭高科技武器装备的要求 我们需要的是具有战略眼光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而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沉甸甸的研究报告 正是国防大学进行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坚实基础 世界一流的军队 必将是一支国际化的开放的军队 这就要求我军军官 特别是高级军官 必须具备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 在国防大学的机关楼里 就有一处体现国防大学全球视野 合作交流办学的展示墙 这面墙是全球20个国家的国防院校 他们的校徽 这也是我们国防大学 从1996年以来 与全球5大洲20个国家的国防院校 签署了校际交流合作协议 这也是我们国防大学 面向世界开放办学的重要体现 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 通过我军与外军军官的混编和训 为我军大批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提供了国际交流平台 开拓了国际视野 大家都穿着各国的军装 这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气 另外咱们这个课堂上 你在那里可以听到不同的视角 世界各国的声音 我们说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军队 特别是高级军官 对外交流的人力 跨文化交流的人力 我们说十分重要 范虎威是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的教员 以学员身份被派到巴基斯坦国防大学留学 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 与世界各国的军人一起交流学习 我们这些同学是很多元化的 有17个国家的各个军种的军官 巴基来自地区也不一样 对每个人考虑问题的这个角度 习惯都不一样 思维方式也不错 思维方式也不一样 这样对这个思维开阔是很有帮助的 比方说他研究到国家安全这个课题的时候 他会讲这个气候变化 对这个南亚的安全的影响 然后讲到这个移民 对这个国家安全的影响 讲到这个种族啊 宗教这种冲突 对安全的影响 所以就是他把您的这种 就是眼光可能放到更 就战略层次的这么样一个位置 去探讨问题去交流 对 是的 回国后 范虎威又参与了国防大学组织的 外军合作办学培训班 在培训班上 各国军人混编和训 针对世界热点地区和敏感问题 深入研讨交流 特别是针对高科技 和军事形势变革影响下的 未来战争进行推演 共同探讨维护世界和平之道 这两个同学呢 这是我上学时候 关系比较好的两个同学 这都是孟加拉的两个军官 而且他俩都来 多次来过中国 丰富的与外军合作交流的经验 不仅帮助范虎威 开阔了视野 更使得他与各国军人之间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如今 范虎威回到国防大学 成为一名教研人员 之前的培训学习经历 也都被他整理归纳 转化到了教学课堂上 通过他们从中学习到的一些 外军的主训模式 军队的编程 对外军在组织一系列的 作战的要素的运行过程中 是如何充分发挥各军种联合作战的 这种效能上面 是有很大的收益的 博防大学的课堂 常年开设战争与作战问题 外军学员讲坛 常态组织中外军官互动交流 探索中外军官专题混编和训 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维护世界和平 人类幸福 建言献策 通过全面深入了解中国之后 他们感到中国军队 是一个战斗力极强 作风极强的一支军队 也是一支爱好和平的军队 其实我们在课堂上 最主要的通过有效的课堂设计 让他们了解真实的中国 疫情期间 防务学院依托互联网平台 通过研发授课系统 向外国学员军官 进行全球网络化教学 并适时进行交流研讨活动 2020年7月 在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的 学术报告厅里 举行了一场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研讨会 因为疫情原因 研讨会采用线上方式举办 数百名各国军人学者 参加了讨论 在国防大学 我们能够看到 随着中外军官交流程度的加深 中国军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他们的战略性 开放性思维 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同时随着近年来 中外联合军演逐渐增多 以及中国维和力量 在国际社会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那么在这些交流与实践当中 我们能看到中国军人不仅磨练了他们过硬的本领 同时也练就了他们应对未来强敌的自信和担当 把动拐注意控制下速度 这位正在指挥飞行训练的 是某陆航旅旅长崔嘉宾 他2019年12月 从国防大学联合作战指挥培训班毕业 回到部队后 他结合所学的系列联合作战理论 先后完成了十多种提升陆航部队打赢能力的 新战法训法 带领部队首次完成 以陆航兵种为主体的系列对抗演习 多次圆满完成国际维和时兵演习等重大军事任务 并在庆祝建党百年活动飞行表演中 以严惩的队形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 未来战争是体系作战联合制胜 在国防大学学习期间 我接受了系统的联合作战理论学习 对如何推进陆航兵种融入联合作战体系 实现部队实战化转型 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 近年来和崔嘉宾一样 一批批将校指挥员在这里加刚萃火 信心满怀迈上联合作战演兵场 在陆地 海洋 天空 在全军各大战区和边海防一线 在国际联合演习和维和战场 他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彰显出新时代军人的使命和担当 一流的机制体制 催生一流的教学科研成果 一流的教学团队 培育一流的高级军事人才 我们能够看到国防大学始终以培养 强军胜战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为目标 以占领教 卫战抓教 教占一体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战争学院 那么在新时代 新形式 新任务的引领下 我们看到国防大学一直在积极推进的军事教育转型改革 也在一步步取得成效 如今 国防大学正朝着世界一流 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的目标 迫步前进 未来 更多具有科技视野 战略眼光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将会继续从这里走向部队 走向眼钉场 走向未来战场 这就是一件事 中国经历了在历史上 为了解 如何互相互联合作战指挥人 为了解 最大的支持者 這是真正的秘密 勝出戰鬥 和達成我們的夢 這是非常重要的 面對來華學習的各個學員 我們如何來講好中國故事呢 最好的方式 是讓它參與到我們中來 來體驗 這樣它才能換位思考 才能理解我們這個黨 我們這個軍隊 進而理解我們的國家